人民网人民日报联合为刀狼撑腰 湖北文旅顶不住压力连夜除名云朵黄刚演唱会 所有海报一页全除 云朵单独出了个视频说 我在10月27号黄刚演唱会 希望大家能够参加 云朵发完视频没多久 黄刚日报官方账号黄刚观察已率先对云朵出手了 将演出阵容做出了调整 把云朵从当时的名单除名 仅保留宣传图中形象 10月26日晚19点46分 黄刚文旅再补一刀 发布最新公告 2024年10月27日举办的 梦想音乐盛典明星阵容进行调整 王心灵 张信哲 南全妈妈 慕容小小等原定演出阵容保持不变 但歌手云朵的名字已从名单中删除 相关宣传图中其个人形象也随即被撤下 品牌方杨和梦之兰也在社交账号发出公告 因相关因素 演唱会参演歌手的名单一发生变动 接着被资本彻底抛弃了 这次云朵被官方除名演唱会 将成为他演唱事业的滑铁卢 对他线下商演活动品牌代言产生重大影响 试想 以后还有那个品牌方 让主在舆论风暴中的他 出席活动 云朵不仅面临着线下活动资源的缺失 一个个手赖以生存的粉丝量在某音平台 正以惊人速度流失 云朵从10月17号的1226.9万粉丝 到10点26号17.48分17206.9万粉丝 九天脱粉20万 而且这种情况还继续 粉丝量是一个歌手的基础 照这样的速度 离百万粉丝差不了多少时间了 官方除名云朵黄刚演唱会 最终被资本抛弃 关键是他得不配位 他的都无法匹配现在的名和力 云朵从服务员到午当春晚的歌手 面对名和力 多少有点得不配位 他在直播间用刀狼的光环 用粉丝刷礼物打PK 他的云端音 51个粉丝群 都成他穴位 在网上风评不是很好 小沈阳在演唱会现场 不仅唱起了刀狼的2002的第一次长学 还为刀狼打call 小沈阳这样说可不是蹭刀狼的热度 当年刀狼被打压时 小沈阳空降刀狼沈阳演唱会 他当年现场演唱的一群好兄弟 就是他们关系的最好阐述 刀狼入驻抖音 小沈阳第一发文宣传 很重情义 小沈阳可以唱刀狼的歌 而且不要板睡 弹前兜俗 对比云朵今年到期的歌曲版权 其中冷热亲书 歌中三位 不言自明 网上关于云朵版权谣言的妖风 多少也算是无风起不了了 一首爱是你我 是刀狼为其爱图云朵打造的灯云梯 此歌一出 自此歌坛上 多了一位名叫云朵的新秀 那些年 即使刀狼被逼厌倦了那个名利场 但是为了对方 却还是愿意转身重返歌坛 而云朵也从未辜负老师的期待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狠狠地为自己老师出了一口气 原以为他们是战友 是能互相支撑的依靠 但是多年以后 在看师徒两人的关系 反而有点让人看不懂了 离开多年 归来仍是顶流 上山的人 怎么配嘲笑下山的神 虽然那些年中 刀狼很少露面 但是在歌坛上始终存在他的传说 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仍然让许多粉丝至今难以忘却 9月22日 看到成都凤凰山体育场中 坐无虚席的场景 就不难让人想到他的粉丝 他的受众有多少 曾经的许松 为了等候自己的粉丝长大 硬是多年不开演唱会 之后还被大家戏称为 海蝶的两大败家子之一 可是 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2019年他的演唱会门票 真的做到了一秒受空 他们都是无数个迷心中永远的高山 因此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呼百应 在刀狼的演唱会上 刀狼发福的样子 让大家有点惊讶 印象中的他 出席场合 永远缺少不了一顶帽子 而在帽子下 是他那阳光洒脱的外表 可惜罪月不饶人 如今的他 整个人给人一种肉眼可见的发福状态 有网友看到如今这样的他 还忍不住调侃到 昨天开演唱会 全是徐征替他唱的 本人全程都没有露面 不得不说 那位网友的调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不是声音还是原来的那般 说不定真的有人会以为 误入徐征演唱会现场呢 值得一说的是 现场还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 之所以特殊 并不是因为他高龄追星 而是因为在20年前 他就已经是刀狼的铁杆粉丝了 当年的他还是满头青丝 如今却已成血 或许是被现场的气氛所感染 也或许是情上心头 难以自控 在动情处 他们均流下了泪水 可是 现场的演唱会中 大家却发现了一个人的缺席 那就是云朵 云朵的成功 离不开那些年刀狼的帮助 云朵的出道纯属偶然 据传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度假山庄当服务员 当时这家度假山庄的格调很高 迎来送往的也都是业界的精英人士 为了让宾客们能宾主进欢 山庄中还会为客人提供歌舞表演 那时候身为服务员的云朵 虽然对音乐很感兴趣 但是也知道自己的知识储备 所以他只将音乐当作闲暇时的消遣 但是没想到有一天 秦旺东在听到他的音乐后 大感震撼 爱才的他 还收了云朵为学生 然而喜欢是一回事 经历有限又是另一回事 最终他将云朵推荐给了刀狼 自此刀狼成为他心的老师 刀狼是一位纯粹的音乐爱好者 那些年为了追寻心中的音乐 找寻自己知同道合的朋友 曾经走过不少地方 2004年 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可是 在音乐是一把好手的他 闯入那个名利圈 就显得有点左之右触了 曾经汪峰在他当出名的时候 就表示刀狼现象是流行音乐悲哀的表现 那应念含刀狼 咱们不能光靠销量 刀狼在事业最高点 不想把精力浪费在这种事情中 所以没办法 之后他选择慢慢淡出乐坛 专心自己的音乐 可惜 都2023年了 圈中的音乐人还是不肯放过他 罗刹还是被人过度解读 但是 就算是别人都叫摔他 可他始终能专心自己的音乐之路 在收到云朵这个好瞄子之后 更是将无数的心血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为了送他出道 不仅给他量身定制音乐 还在各种场合中带他露面 害怕两人同台时 镜头都给到自己 还专门和摄像老师商量 多给云朵一些镜头 云朵在成名之后 也没有忘记老师那些年受到的不公 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 直接演唱了刀狼的歌 狠狠杀了那鹰等人的威风 但是在成都的演唱会上 云朵却没有出现 就让大家有点云里雾里 和演唱会的热烈相比 是云朵的缺席 在刀狼成都演唱会之前 粉丝曾经连线过云朵 问是否会出现在老师的演唱会上 而云朵给到的回答是不会 其实云朵这样的回答也很是正常 毕竟现在的他 商业演出很多 抽不出时间和老师同台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问演唱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对方却犹犹豫不清楚 因为这些 让无数的网友怀疑两人之间 是否产生了矛盾 但是两位当事人都对对方闭口不谈 他们的感情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可是仔细回想 那些年 他们为了彼此的付出 是真真实实的 就算是人心一变 这样的感情也应该值得 岁月的变迁和历练的 也是 他们只是走着走着 走散了 追求的道路不一样 而且现场中 与刀狼合唱的徐子瑶 其表现实力也很是不俗 尽管对方音线和云朵不同 但是和刀狼的配合 却是让现场的听众 体会到了另一种音乐盛宴 或许 这就是大家所说的 无心差流流成音吧 结语 在10月5日 10月6日这两天 刀狼的巡回演唱会将会在广州举办 从相关网站的卖票信息可以知晓 目前这次演唱会的门票 已经全部销售一空 而单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 即使这些年刀狼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寥寥 但是大家对于他的音乐从未忘记 这次他的广州站是否能够延续成都站人山人海的名场面 我们拭目以待 amar材料 感受到了 约定 电视图 油 有